今天南北兩地開打 想要搶回龍頭位置的 易大師做客統一的台車球場 犀牛在三局上就先拿下三分 緊接著九上又海冠八分大局 中場就以11比0玩風統一 再次站上下半季的第一名 對 那麼也因此呢 並列領先的中信兄弟隊呢 今天是在天母球場迎戰Lamigo 但是最後呢 相對是被桃園隊 以3比1逆轉 再次落後易大有一場勝差 前一場比賽手下順利後 中信兄弟並列下半季龍頭 不過要搶下下半季冠軍 相對今天同樣要在主場 對戰Lamigo桃園全力搶勝 以下相對再次要靠恰恰 彭正敏進攻 打往中間方向的船員安打 送回被保送上蕾的張志豪 中信兄弟率先開張 兩人出局之後 相對張志豪雖然沒有回報 不過捕手看到想偷跑的王勝偉 船二壘要側動夾殺 不過卻沒能成功 但是大師兄馬上把小白修 送往本壘刺殺陳偉翰 好 這次是Lamigo桃園成功的一次守備 幾次的漂亮守備之後 Lamigo信心大增 六局上一人出局三壘友人 梁家榮三壘的恰暴並安打 幫助桃園追平比分 緊接著在八局上 Lamigo是持續追擊 而且沒給相對任何機會 最終桃園就以3比1 擊敗中信兄弟 另外一邊要來看到 一大犀牛繼續在台南挑戰統一師 二局下統一先取得了滿壘的好機會 加上打擊去了周廣勝 這一球打得是又高又遠 結果被鄭達鴻揭殺 形成滿壘的殘累 三局上一大展開攻勢 一人出局攻佔一三壘 胡金龍的高飛犧牲打 送回山壘上的林維恩 一大先取得點 取得兩分領先之後 一大這個半局的攻勢還沒結束 方克偉打向左外野的一雷安打 突破了統一的游擊方區 再次找到得分契機 一大將比數拉開到3比0 雙方的三分差距 一直到了九局上才又有了變化 胡金龍再次站上打擊區 這一球打得非常扎實 狠狠往全壘打槍敲過去 雖然沒能形成紅不讓 不過一壘上的林維恩 是連靠三個壘包回到本壘 一大在這個半局 就靠著胡金龍的攻勢 加熱打線 一口氣還冠8分 中場就以11比0 晚風同意 也重回下半季龍頭寶座 有連TV綜合報導 有關销